欢迎购买本公司仪器 现在讲解一下花洋泡泡的安装室 首先呢我们仪器到了以后 是需要自己安装一下这个挂件 挂架 然后安装的时候呢 只要把螺丝给孔对孔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仪器的侧面这边也是一样的 先把挂架安装好 那我们挂架安装好了以后呢 首先要把这些配件给接到仪器上面 首先这上面有一个凹槽 然后对着这上面的槽 卡紧就可以了 这个探头也是一样 卡紧了以后呢 再看一下我们这个超微小气泡的一个安装 这上面呢有孔对孔 它必须要对好的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管接着这个 那我们接好这些配件了以后呢 看一下这下面有四个水罐 四个水罐呢 是那个超微小气泡的一个液体 那比如说我们这罐里面可以加纯净水 可以加生理盐水 或者是一些疏导液啊 都可以 加好了以后呢 仪器的背面 是有一个排污水的 那我们这个水壶呢 要快满的时候都要自己清洁一下 把它给拔出来 然后把这个抿开 安装的时候也是一样 朝最朝 卡紧就可以了 那我们安装好以后呢 我们首先来接一下电源线 接完电源线这里有一个闸 是可以开关的总电源 然后这边有一个开机的一个开关键 打开仪器 现在呢 我们讲解一下 这每个探头的一个操作使用啊 那我们首先仪器打开了以后呢 可以选择中文和英文 那我们首先选择中文啊 中文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幻阳小水气泡 也就是我们这个细腻的啊 这个探头的话呢 它前面是有八个小的这个胶头的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做完一个人以后呢 把这个冲洗干净了以后拔下来 放到酒精里面泡着 或者是你盐水泡着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界面上面呢 有1,S1,S2,S4到S4 这就是下面的四个水怪 你可以选择性你用哪个产品 比如说现在我们选择1 然后这个强度的话呢 吸力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去调节 然后这个水流的话呢 最高是可以加到3 看情况根据每个人的皮肤来定 开始启动了以后呢 我们就好是先用手 堵一下这个水 等它水回流上来以后 在客人的脸上操作 那我们在清洁面部的时候呢 首先是从下巴这里 可以以滑拉的方式 一条一条的清理 然后在这种比较脏一点的地方呢 嘴角啊或者是鼻子这边的地方 可以以定点的方式 这样子滑就可以了 这样操作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般操作呢 这两边脸它都会比较干一点 然后在操作的时候呢 再操作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遇到这种梯子部位的 比较油一点的地方呢 大概操作两到三遍就可以 然后我们操作完这个探头以后呢 这里有结束键 结束了以后按返回 返回第二个呢 就会用到我们这个换氧泡泡了 这个探头 也就是加氧功能的 首先我们这个探头呢 就必须要配合这个产品 才可以操作啊 那我们配合这个产品的时候 这个前面的探头呢 它是一次性用品 也就是一个客人用一个 然后我们这个 在操作这个的 必须要配上这个探头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探松心嘛 先安好这个以后呢 先涂上这个梨 我们先操作这半边脸的话 就涂这半边脸的产品 然后按这个加氧运动 那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 一般它是有两种 白色的话呢 是专门美白弄出的 然后黄色的话呢 是抗衰收紧的 那一般在操作这个的时候 大概全脸是10到15分钟 然后这个强度的话呢 也可以根据顾客的一个 承受能力来决定 然后按待机 按完待机以后 这边有一个开始键和暂停键 然后操作的时候 只用在客人脸上 打圈圈摩擦就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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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两边脸的一个操作手法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还有额头 也是以产品图上去打圈的方式操作就可以了 那我们首先 再示范一下另外一个探头的一个操作 OK 按暂停返回 下面用到的一个探头呢 就是我们这个4G网状射频 那点开这个以后呢 下面有操作的部位 针对于操作的部位选好 然后我们做完幻氧泡泡呢 是需要把它碾上的这些产品 用清水给它清理干净啊 它是可以的 如果不会放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这样一边 没事 非常有收音 好 接下来 我们正在起开 清洁干净了以后再操作 这个探头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在脸上先涂上清华 基底液原液 这些可以导入面部里面的产品都可以 那我们准备好了以后呢 这边有一个调强度 也就是我们这个热感 热感的话呢 一般都是要从最低开始往上加 加到顾客有热感为止 然后持续的时间的话 一般我们这个探头全脸的话呢 是做10到15分钟 按完待机以后 也是同样在这里按开始键 开始了以后呢 操作手法也是以从下额 往上面提升的一个手法 或者是以打签的方式往上面提升 然后这额头的话 就是以打签的方式 操作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脸的话呢 跟这边脸操作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做完那个探头以后呢 下一个就是无针水光 无针水光先点开以后 这边呢有选择各种不同的模式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手柄上面选择 然后这个一般在操作的时间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产品 用完了为止 我们先看一下 安装这个探头 我们首先把产品给它放到 吸到这个管里面 然后这个探头 所要用的产品的话呢 可以用剥料酸啊 或者是爽敷水啊 精华啊都可以啊 然后我们放完这个以后呢 把这个按着待机键 待机了以后呢 这里按开始 然后这两个键的话呢 是前进和后退 那我们首先呢 要把这个给归位 给它前进 我们归好位了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盖盖上开始操作啊 那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从这个产品出来的会比较少 那我们可以先按助推 让它出来一点点产品 然后再接触在脸上操作 然后再接触在脸上操作 操作的时候呢 就以打圈的方式 往上面提升的手法 没有团品的时候呢 再按前进 没有团品的时候呢 没有团品的时候呢 再按前进 然后我们把这里面的产品给做完了以后呢 一定要把这个针管拔下来 然后再换清的水 干净的水 然后把这个针管清洁一下 免得到时候有里面堵塞呀 这种情况 那我们这个仪器的操作呢 就没有了 就完毕了